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只母鸡竟然孵出了一窝小狗 而且几只狗崽子还对它亲得不行 享受完孩子们的爱福 母鸡也像模像样地给它们清理起身体 随后竟然真的像腹肌蛋一样 坐到了狗狗身上 还轻轻落下一枚晚安稳 祝它们白日好梦 中途最小的孩子突然惊醒 不知道是不是做噩梦了 立刻扭过头钻进鸡妈妈怀里 仿佛只有妈妈的怀抱 才是它最温暖的港湾 而母鸡也一直恪守职责 安安静静地守在几只狗仔身边 但是不大一会 女主人就端着饲料出来 准备给大家开饭了 整个院里的鸡群都围到了主人身边 争先恐后地享受美食 唯独那只母鸡表现得异常冷淡 依旧专心致志地敷着小狗 即便主人都把饭喂嘴边了 也是连正眼都不施舍一个 哼 没办法 女主人只能强行把它抱出来 送回到鸡棚里面 可是双脚刚挨着地 这只母鸡就迅速溜走 一刻不停地飞奔回家 仿佛分别的不是几十秒 而是几百年 吓死你们了 不过这次她刚到门口 就被女主人光速拦截 又一次送回到鸡棚里面 而且还特地把门封上 不给她留下任何逃跑的余地 可惜女主人 还是小瞧这位鸡妈妈的毅力了 她竟然从鱼网和木板间的缝隙 逃了出去 然后一溜烟飞奔回家 去看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们 对于这位鸡妈妈来说 那几只狗仔就是她的全部 两个生命依偎在一起的模样 看起来真是太温馨了 不过没意会 门外竟然出现了一条母狗 从花色来看 那几只狗仔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而小狗们看到母狗来了 立刻摇着尾巴迎了上去 然后钻到肚皮下面讨要奶水 看着轻腻的架势 这位应该才是正牌妈妈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了 既然小狗们有亲生母亲 为什么会任一只母鸡当妈呢 每次提到这个事 女主人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她说自家这位狗妈是个标准的该溜子 每天从早到晚都很少着家 如果高兴了想回家看看 那么维尔会做的事 就是吃顿好的 外加喂个孩子 处理完毕做事项后 就拍拍屁股出去接着浪了 把看孩子的任务交给母鸡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狗狗们才会跟鸡妈妈那么要好 而母鸡之所以愿意倾注自己所有的爱 其实也和孩子有关 据女主人说 这件事最开始其实是个巧合 那天母狗在窝里生产时 这位鸡妈妈恰好在窝里生了几个蛋 不过当后来都被主人收走了 窝里就只剩下几只小狗 而母鸡也就顺理成章 把狗狗们错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顺带给狗妈当了个免费保姆 头几周的时候 女主人对于这种情况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反倒有些乐见其成 觉得母鸡孵个小狗倒也挺有意思 不过随着小狗越长越大 母鸡的带娃生活遇到了不少困难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 狗仔们的力气要比鸡妈妈大上好几倍 有时候玩着玩着 很容易要了妈妈的小命 这短短几周下来 母鸡不但体重直线下降 就连脱发问题都严重了好多 虽然平时贴在一起问题不大 但要一直这样下去 估摸着鸡妈妈也没多少活头了 为此女主人专门请教了兽医 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而兽医给出的建议是 尽快把二者分开 将狗仔们转移到其他地方 弄一个单独的小窝 当狗妈发现没有母鸡帮她看孩子后 或许就会回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了 至于鸡妈妈那边 主人可以在原来的窝里 给她放紧煤蛋 而天性会驱使着她 把蛋推到肚皮下面 进行下一轮孵化 几天后 母鸡那边率先传来了好消息 她的鸡仔们孵出来了 而一周后 狗妈果然也不得不回到家里 接管起了照顾孩子的任务 看到两位妈妈都回归了各自的生活轨道 女主人显得特别高兴 现在她终于不用操心母鸡的吃饭问题 也不用担心小狗们会给她来个脱毛套餐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位狗妈跟鸡妈的交换生活还挺有趣的 可惜狗妈不能照顾鸡仔 毕竟很有可能看着看着就叼嘴里了 但是鸡妈妈跟小狗在一起的画面 真是蒙翻我了 而且起初那几只狗仔 看起来真的对母鸡非常依赖 虽然说把它们分开对彼此都好 但还是希望小狗们长大之后 也依旧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鸡妈妈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